桃哲群为演唱会 北京开唱 和歌迷互动频繁 不过演唱会完美落幕 桃哲隔天搭机返台时 却遇上航班延迟 原定八点的班机 却在十一点才起飞 在飞机上哭等三小时 让桃哲气得在微博上开骂 桃哲气氛写下 航空公司没给任何解释 还说班机是排在第35的起飞顺位 延迟至少50多分钟 难道小市民的时间就不宝贵吗 桃哲还上传臭脸自拍照 还伸出他的食指代替中指表达愤怒 其实桃哲去年11月 也因为入航班机问题 让他错过登机时间 当时桃哲非常生气 10分钟之内 在微博上连po六篇文章痛批 这次大陆航空又搞乌龙 难怪经常往返大陆的逃者 忍不住再次po文开骂